民间乡中正社区发展协会 长期以来都与老人会馆接用场地 来办理社区各项活动 但碍于无法征设无障碍空间的关系 无法办理社区据点 对此经地方澄清后 县原石学院也邀请民间乡公所 以及南投县政府等相关单位 前往实地会看 期盼协助改善 感谢我们厢长夫人 还有我们石学院议员 还有我们县府的长官 来会看我们中正社区发展协会的 活动中心 那因为刚刚讲过了 这是我们跟老人会馆借用的 那已经借了五六年了 那我们是希望说 虽然最近疫情比较严峻 我们的班队没有办法召开 那我们想利用这段时间 那议员非常的有心 希望能够来帮忙 我们这个场地的改善 所以我们是希望 那么多民间乡的社区 都有关怀据点 那我们也不想说 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尽量来努力 主要还是受限于这个环境 缺着缺了一个无障碍空间 我们希望这次计划 能够顺利圆满来完成 县院石学院指出 中正社区一直以来 都需要向老人会馆 借用活动中心 来办理各项活动 但因后门没有 增设无障碍空间的关系 无法办理社区据点活动 为长者开设更多健康的课程 也希望借由此时的会刊 相关单位能够协助改善 中正社区其实一直以来 都是跟我们老人会馆 来借用这样的一个空间 当做一个社区活动的一个中心 那这个地点呢 位于我们中正村的 老人会馆的一个第一楼 因为它正面过来 它是一个阶梯下来 那后面的一个后门这边 它是但是也没有一个 无障碍空间 所以一直以来 这个空间呢 就是没有办法去 在社区里面去做这个社区据点 为我们这个村庄的长辈 好多去创造一些活动的空间 跟开设一些健康的课程 对长辈的一些照顾 那我们希望未来在中正村 有一个很好的社区据点 让我们中正村的长辈 可以在这边有一个活动空间 中正社区不仅没有 属于自己的活动中心 更没有无障碍空间 来办理社区据点活动 也因为这样 没办法为地方长者 提供更加完善的照顾 中正社区发展协会总干事林静生 以及县议院实学院也期盼 相关单位能够重视协助改善 记者邱平俊 民间箱采访报道